土耳其公布了一种大型无人机 这一眼看上去 这吓人一跳 你要是猛一眼一看 这不就是千二零吗 有人说这就是抄袭了我们的千二零 更让人意外的是 这山寨版的千二零居然 它还是个箭载无人机 我们也开始被抄袭了 不知道是该生气还是该高兴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土耳其就展示了这种无人机的等比例模型 非常的大 而且它还有一台样机 已经做了地面滑行 计划在2023年早些时候进行首飞 这个无人机的名字起的是真够萌的 叫什么叫红苹果 听着挺喜庆的 很多人说这个红苹果的名字一听 马上让我联想起这个广场舞了 咱们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红苹果吧 据土耳其那边给出的信息 它的机长有14.7米 一展10米 高度4.7米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6吨 最大的载荷是1.5吨 这个指标要说起来是挺大的 挺厉害的 它的飞行速度是在0.6到0.9马赫的高压因素 先看上去吧 它这个机头很像F22 整体的外形呢 它又是这个声力大边条 这个压抑和这个双锤尾 这是典型的我们前20特有的一个外形啊 看来这种我们中国独有的气动布局技术啊 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你说土耳其抄袭山寨什么的啊 当然这也只是网友们一个并非恶意的这么一个调侃吧 我们被模仿 那说明我们的东西好啊 要说起这件事吧 倒是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单位啊 我一起我们单位出去去打假 走到那个市场上 这个我们发现那个仿冒者呀 人家还理直气壮的 他跟我们说啊 说我仿冒你们的产品啊 那是因为你们的产品好啊 我看得起你们我才仿冒的 当时是弄得我们呀 还真是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 不过咱们这个言归正传哈 从土耳其这个公布的一些信息来看呢 其实还是有些疑问的 第一啊 红苹果样机呢 它将采用一台这个乌克兰马达西奇公司的 AL25TLT小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这推力啊 只有16.9千牛 生产型的时候 他们计划去换装马达西奇的 另外一种大一点的这个小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就是那个AL322F在加利的涡扇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呢 它其实也可以装在我们L15猎鹰高级教练机上 但是呢 我们的猎鹰用的是两台啊 红苹果 它的个头啊 比咱们这个猎鹰还要大呢 它只用一台 真让人怀疑它动力有所不足 而且你就说现在这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 它不是被国有化了吗 它叫前总经理 这也说前总裁因为说被指控通俄 因为他也卖产品给俄罗斯嘛 所以被逮捕起来 说办叛国罪给代国起来了嘛 这个反正是现在这个俄罗斯 刚把这个马达西奇炸了 它的产能啊 又又卡在这了 被炸的挺严重的呢 而且这个AL322F啊 它没有这个库存货 那么后期发动机能不能跟得上 这还是一个事的 这第二个疑问就是啊 你看这个红苹果 它是模仿了1020特有的这个生力大边条压抑造型啊 但是这种气动布局技术呢 对异面控制技术要求是非常的高 土耳其呢 它现在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我们再看红苹果 它现在展出的这个模型 它的压抑啊 是固定的 你看得出来 它好像有某丁某死在那儿去了 但是我们看它放出来的滑跑 这个视频啊 似乎它那个压抑又是可以转动的 它的近期道也不是这DSI的 看样子土耳其呢 是只学到了1020的表面 核心技术 它还差得远 只学到了一个表面 第三啊 咱们也不清楚这个红苹果的航电和电子系统 到底是到什么这样的水平 但是即便以土耳其的电子工业水平 能够得到西方的技术支持的话 保守估计也要落后我们10到15年左右 按照土耳其的计划呀 这是一种啊 这个能够超越 查打一体无人机 更接近战斗机的无人机 土耳其呢 准备把这红苹果装备在它现在这个2.8万吨的阿纳多鲁号航母上 这是一艘轻型航母 它有点类似于像两栖攻击舰这个改过来的轻型航母 你要说土耳其这一部卖的是真够大的 一下子就走到了世界前列 所以看起来呀 这土耳其呢 还真的是非常努力 而且进度也挺快的 那么红苹果到底怎么样 咱们要等它手飞了之后再说 我倒是觉得在这件事上啊 我们有很多朋友对土耳其的航空工业表现出了鄙视和嘲笑 这如果说咱们是这种非恶意的啊 咱们调侃一下 这倒也倒没什么 但是呢 我们不要去鄙视这些事情 这不利于我们客观的认知 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你像这种借鉴的模仿啊 是正常的途径 其实我们不也走过这一步吗 我们也没少被别人去嘲笑 我们总不能活成我们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